正照在手 就業不愁 欢迎大家收看中餐丙级技术室 正照教学节目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李芳瑜 是的 前面几集当中 简定小学堂都有告诉大家 非常详细的报考资格 还有考试的须知 不过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重新再帮大家复习 最主要的烹调方法 所以如果之前还不是很熟练 或者是有些疑虑的朋友们 这一集你一定要注意看 那么节目的一开始 先来看看这一集的 简定小学堂 邱楚楚要告诉我们 什么样的重点 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简定小学堂的时间了 那这一段呢 比较重要的就是教大家中菜的烹调法 什么是中菜的烹调法呢 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炒 中式的菜肴中呢 最常见的方式 使用比较广泛 用油然后把它烧热放入食材 调味料以及大火 快炒翻动自熟的一个料理方式叫炒 那接下来呢叫烧 材料经过煎炒炸 略烹调过后加水或高汤 以及调味料以中小火来烧 让食材透软烂烹调法 那接下来就叫做蒸 我们水滚过后呢 将调理好的食材放入我们的锅内 利用水蒸气的热力加热 让它蒸熟 那接下来叫做炸 将食材放入多量的油里面加热 利用油的热度 使用食物在短时间内 炸熟成金黄色 这样就可以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 爆 将备妥的食材 利用大火热油或热汤 热酱汁热力 在极短的时间内 快速的翻炒至熟烹调法 好 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呢 这个 是我们的煎 将食材放入少许的油量 热锅内 以小火慢煎 至两面上色的烹调法 叫煎 那焖呢 将食材先炒过或煮过 烧过处理 盛半成品过后呢 再加入少量的汤汁来调味 那赶紧呢 盖上我们的锅盖 以微火煮至汤汁收干 食材软透入味的调理法 叫做焖 那我们这个是焖 食材分别由炒炸煮烹煮的方式 最后呢 再混入我们的锅内的汤汁 调味同煮 最 最末 我们勾个芡 制成了浓稠多汁的一个烹调法 叫做焖 那我们最后一个叫做拌 将生或熟的食材处理过后呢 直接放在各种的调味料内 调味入味成菜的时候呢 这个调理法叫拌 你只要勤练我们这90道菜呢 你再炒烧蒸炸爆等等 包括凉拌 你都会的 你试着做看看 大家都知道炒米粉呢 是很道地的台湾料理 不过呢 米粉汤你也是一定要学会的哦 那接下来的三丝米粉汤 先来看看需要哪些材料 三丝米粉汤 材料有 干香菇三朵 后腿肉二两 红萝卜八分之一条 干米粉四两 青江菜两根 青葱两汁 沙拉油三大匙 调味料有 盐巴二分之一小匙 味素一小匙 白胡椒粉四分之一小匙 开水四杯 炒米粉呢 我想大家都学会了对不对 不过今天要教你是 湿的米粉汤哦 做法是不是有点不同啊 主厨 是 其实我在夜市米粉汤 还蛮… 很好卖耶 对 还蛮贵的 但是它的米粉汤不一样 它是比较粗的米粉 对 那这水粉 我们这个是干的米粉 是的 那我们这个米粉汤虽然简单 但是还是很多的 重点 好 我们在这里还是要一一地为大家 来说明 来 我们从洗底开始 好的 好 来 我们加工品一样先洗 好 来 我们的米粉呢 米粉 如果是很干净 你就不用过水没有关系 或者是你把它冲一下 稍微冲一下也可以 那我们的干香菇呢 干货 我们先把它洗干净 再用热水把它泡软 好的 好 然后再来呢 就是把我们的蔬菜了 蔬果 然后再来 这个是青江菜 青江菜我有教过 你像这个要切丝的 你就可以把它掰开 然后里头呢 最容易有泥沙在里面 对 吃起来就会有土味 对 好 来 我们这边一片一片地掰开 把它洗净干净 好 洗净干净 那我们这边还藏一个胡萝卜 好 来 这个猪肉的部分呢 最后洗 把它洗一下 顺便玩洗一下 顺便手洗一下 我们现在这青葱呢 要把它切成斜片 好的 葱白与葱绿呢 要把它稍微区隔出来 好 胡萝卜 胡萝卜 我们其实很多的重点 我们都在这个九十集里面呢 都会说 而且我们都不断地一直重复 对不对 是 好 那我们呢 告诉大家 我们就是做法呢 可以稍微就是 比如说 例如原本要 书上是写 蒜头先爆香 你先爆香我们的葱啦 好 再接着加蒜 这个小小的一个前后 是无所谓的 是无所谓的 那基本上都是要用中火式 中小火 这样子是对烤生呢 比较安全 那其实呢 我们都是很自适的一个烤法 那当然会修正 我们料理的一个方式 可能就会加强什么呢 我们的盘式 盘式 你可以装饰 但是呢 你一定要符合卫生法规 这是很重要的 好 我们香菇也是一样 也是 切成丝吗 对 好 那主厨 消费者的部分呢 我们要怎么样到一家餐厅 知道他有没有丙级执照 我们才能安心 其实在这几年 我们不管是台北市或新北市 慢慢地我们的路边摊 它还会划出 丘式丘宝郎丙级 会划在他的摊子的后面 对的 我好像有看过 是 有些会划 那当然一般的上班族呢 会比较讲究 他说这个有证兆的 那我是不是在吃的部分呢 会比较安心 那对生意有没有影响呢 当然 当然 一定会有影响的 那假设说你没用 他当然饿不死 但是我还是希望 我们索尔的料理人呢 能够去烤取一张丙级 这丙级是最基本的啦 而且不难 来 我们现在呢 这个是我们的后腿肉 我们把它切丝 也是切成丝 好 好 来 这个肉类也 把它处理干净了 好 来 我们现在呢 这个米粉 把它汆烫一下 像这样子把它放下去 好 你要让它比较 不会含水那么重 对 然后再来呢 就是要让它有Q弹 我们就是滚水放下去 约末大概30秒左右 就可以捞起来 这是加分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假设 你在我们有一集呢 我们的就方语有说 我不要这么长 对 对 我可不可以把它剪断 可以的 我们用熟识的处理方式 剪刀呢 你把它洗一干净 剪半 对 把它剪半 待会呢 我们的煮烤官才不会 用半个椅子这样站着吃 太长了 对 好 来 现在就完成了 可以了 因为主厨 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我们都知道 米粉是很容易吸水的 对 那你煮成米粉汤 万一它很容易吸水 它就会一下子汤都没了啊 是 所以你这个动作就是先汆烫 也是让它散开 让它散开 待会呢 它就活起来了 就不会吸那么多水劲 对 那么容易吸水 是 好的 学到了 好 来 这边呢 我们另外一个锅子 我们用一点点的油 好 一点点油 基本上是没有加油了 用一点点油爆 比较香 比较香 好 对 香菇 好 来 葱白 葱白 来 这一道有没有发现 我的肉没有放下去 对 你还没有放 对 也没有腌制 对 对 我们待会只要 我们调味的时候 这个炒香之后 再把它加下去就可以了 所以为什么这一道你肉 不需要先腌制呢 米粉汤上面的肉是白白的 它就纯肉丝 有些会抓一点太白粉 它会比较滚硬 那我们用不同的一个手法呢 让我们的烤生知道说 这种方式也可以 也可以 好 也可以 好的 好 来 我们接着呢 一样把胡萝卜 胡萝卜丝 好 青葱 这个绿色的部分 是 葱尾部分放进去 然后接着呢 再把它爆香一下 好的 然后接下来 最后才放肉 对 先调味 好 调味 盐巴1分之1小匙 盐巴2分之1小匙 胃素1小匙 来 胃素1小匙 好 白胡椒粉4分之1小匙 来 白胡椒粉4分之1小匙 最后是开水4杯 所以主厨我们这一道呢 是三丝米粉汤 三丝呢 有规定一定要你现在看到的 这三丝吗 肉丝啊 胡萝卜丝啊 以及我们青江菜丝 在家里呢 你也可以加其他的新包菇 菇类啊 好 我们三丝就是 有规定吗 还是说依照烤场给你的食材 你来准备上去 那有时候会给你什么呢 芹菜也是一丝 那或者是韭菜也是一丝 对 都会有的 那现在呢 我们把它 所有的食材把它加下去 好 那注意哦 因为我们加的是冷开水 对 那如果假设说你的米粉 现在把它加下去可能会太软 我建议逃生呢 稍微把它滚开 滚开可以吧 再把米粉放进去 辣辣的就好了 那你这个同时你会看这个肉呢 慢慢地就熟成 水慢慢地滚开了 好 然后我们的米粉呢 就把它割下去 所以这个你会把米粉放在最后放 就是像你刚才讲的 你要保持它的那个Q弹的头感 是 因为我们这米粉糖 我们待会呢 如果你刚刚一开始就放下去 你的汤已经没有了 汤就没有了 那我们现在基本上烫过的米粉很快就熟了 熟了 那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青江菜 青江汁 好 青江菜把它放下去 因为它还会厚熟 是 你米粉呢 假设说你继续一直煮一直煮 它没水 没汤 对啊 那你可不可以偷偷加一点点 可以的 没有关系 你刚忘记这一锅 你可能就忙着其他的事情 结果呢 而导致什么呢 这个汤汁就是让米粉去吸掉 吸掉了 你出去的成品也一定要有什么呢 要有汤啊 你不能说像米粉汤又不像米粉汤 然后就像有汤的米粉 这样也不对 所以主厨 这个米粉汤出菜的过程也不能太早拿出去 因为它放在那边静置 它也会吸水 是 是 是 其实这很快啊 是 你可以把配菜做好 然后放进去就可以了 是 来 这样就完成了 好了 好 完成 好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慢慢地盛 把它盛起来 千万不可以用倒的 对 倒的 是会影响到什么呢 会影响到 如果你锅子底下 没有洗干净的话 就会有一些铁屑 对 或者是小强的脚 有可能会 黏在锅子底下 是 是 是 真的 那因为呢 在职场上面 如果你没有找消毒公司消毒的话 小强是很多的 是 你每天都有这么大鱼大肉 它一定来 对 对 还有甚至有 那个 老鼠都会有 对 对 所以说这也是卫生法规 我们在学科的部分 都会跟大家来说明 好的 我们学科也是一样 现在很棒 我们学科现在不倒扣 之前我们在烤的时候会倒扣 神长答错会倒扣 是 对 好 这样这个汤是不是刚刚好 刚刚好 四杯水的分量都是算过的 对 都是算过的 你只要备好 你不能说我锅底还很多汤 就这样子会影响到什么呢 影响到它里面它的表味 它会影响到表味 它的味道 来我们303最后一道的米粉汤完成了 好的看到了吗 很简单对不对 如果妈妈朋友喜欢在家里自己做的话 可以置换各种不同的食材 三丝米粉汤上菜了 很好吃对不对 我们所有的烤生 你还是要试做一次 非常非常地好吃 三丝米粉汤烹调步骤 一 将青葱切斜断 红萝卜 青江菜 泡软去除地头的干香菇 都切成丝状备用 二 接着将后腿肉切丝 加米粉以滚水烫软备用 三 爆香香菇丝 葱段后 放入红萝卜丝 肉丝拌炒 再倒入调味料 余水煮滚 四 最后将煮软的米粉 与青江菜丝 放入高汤里面一起煮开即可 炒火槽 冰冷碗 炒火槽 而将蚂叶 炒火槽 草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